预风二马来刚刚过去 说我是今天来 现在公司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还是没有上班 所有的政府啊 学校啊 银行啊 都是关门的 我们现在 现在还没有上班 卖力这个大部分地区呢 还都是停电的 大概有一半以上 还都是在停电 没有恢复电力供应 今天早上 大部分我看公路上 高速公路上啊 这很多车都出来了 尽管是今天早上十点 销进才取消 就是说十点以后 才能上街 但是现在 街上已经有很多 很多这个 很多人了 很多人到公司啊 或者到外面 去看一下情况 树吹到了很多 但是这个 整个受灾情况 没有想象的 那么严重 基本上我们这边的花人 到目前来说 没有一个 没有毅力吧 就是说由于 这几句风 然后就是说 有这个 这个失踪啊 死完之后的现象 还没有的 巨峰来临之前的一个星期一 从事的水和食物都已经被抢空了 包括加油站 很多 十个加油站 有九个都没有油了 然后后来 巨峰经过的一天 整个全 马亚米市 包括 马亚米市 包括 如果我们家就在封研厚米市 我们家基本就会被摧毁了 然后还好 它的那个往西偏离了 偏到Napos上 但是封研经过Napos 我们家那边 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另外 还有一半 妈咪有一半的这个用户都停电了 我来 马亚米已经六年了 这是最大的一次 巨峰 因为去年的马修 是三级 但是我们都待在家里 还好 没有感受到特别严重的这种情况 但是今年真的是 因为一开始预测要经过马亚米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特别紧张 大亚临头的时候 是最无助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有灾难 有战争 对人类是最可怕的